是什么事情 让这些狗哥们这么的期待呢 你看这只小狗都趴到门上了 再看里面这些也都等不及了 一只只的都跑到院子里面 原来他们的粮食来了 而且是满满一大车 接下来的几个月 吃的又有着落了 能不开心吗 基地主人青灯大哥 指挥着货车开到指定的位置 这一车的狗粮足有一万斤 每一斤都是青灯大哥想尽了办法筹来的 离不开无数的好心人一点一点的支持 基地的志愿者每次都慷慨解囊 基地的三百多条流浪的狗狗 才能一次次的度过危机 我们一起为青灯大哥的善举点个暖暖的红心 来卸狗粮的也都是好心的志愿者 这个老爷爷都七十多了 干得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 心地善良的人都是如此的健康长寿 车上的狗粮一点一点的减少 库房里面逐渐堆成了小山 今天天气还是一如既往的炎热 为了这些以往可怜的狗姿们 大家还是干劲十足 一会功夫 一车狗粮就被卸完了 剩下了一点收尾工作 旁边的小狐狸一直看着大家干活 他的待遇是最好的 住着小单间 大家说他是不是很可爱 希望基地的狗子们能够在这里快乐地生活下去 也希望大家点赞和评论转发 让更多的人加入到关心毛孩子的行列 也希望得到您的鼓励支持